空拍卢干斯克俄军占领区 地上一个个小白点排成长长线条 拉近看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乌克兰猛烈反攻 让俄军不得不找来瓦格纳佣兵 打造长长路障 根据俄罗斯官媒报道 最终目标要盖出200公里防线 或许是乌东打不出破口 俄罗斯调派军队前往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边境 可能组成连军从北往南进攻 开新战线再度尝试拿下基辅 而在南部战线黑海沿岸 泽伦斯基指控俄罗斯扣押150艘运粮船 破坏当初粮食协议 一下传出要开新战场 一下又挡粮食运输 就算普京一再强调战争会在外交谈判下结束 目前还是看不到这几天的到来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